现在我想问一下王老师 我们接着之前这个话题 对于这个手脚冰凉的这位朋友 就是有什么中医特色的聊法 有很多呀 首先是主语 也就是泡脚 王老师 您说这个泡脚我喜欢呀 一般我都是放一点那个艾叶泡一泡脚 你看可以吗 您还有什么就是非常特别的泡脚方子吗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温洋益气活血的泡脚方 有当归 川胸 花椒 生姜 艾叶 透骨炒 这几样药一共每一样都十颗 然后呢 你加五千毫升水 然后放到锅里面去煮 开锅以后呢 煮十到十五分钟 然后呢 不要往里加生水 你就晾 晾到那个温度可以了 四十度左右你就可以泡脚了 那王老师 您说除了泡脚 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吗 有啊 对于羊血的患者 我们还建议可以进行泡脚 比如呢 你可以救这个神蛎穴 神蛎穴是哪儿是杜齐正中间 不齐儿 还有呢 就是气海 气海呢 就是在这个杜齐下 一点五寸 一点五寸是多少 就是你这个手指头 手指同身顺 这个手指 一个手指再加半个手指 这么大的距离就是一点五寸 然后呢 还有观圆穴 观圆穴呢 也就是这个 前正中下 旗下的三寸 其实就是跟气海再往下 一点五寸 还有呢 竹塞里 竹塞里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就是我们这个膝盖一摸有两个窝 那这个窝那个外边 外侧那个窝往下一横指的距离 这就是竹塞里 刚才我说了 手脚梁除了阳虚还有阳穴 那么阳穴的患者你就别爱揪了 应该怎么办呢 选择去鞋的办法 比如说扎扎针灸 挂挂沙 这些都可以 但是呢 这个治疗你自己做不了 那么怎么办 我建议大家去正规的医院 找专业的医生去做 方老师 那我按按摩可以吗 如果按摩的话可以进行 磨斧疗法 就是采取你做也行 握也行 然后呢 双手叠掌 放在这个旗下 腹部这个位置 以旗为中心 顺时针的方向 顺时针的方向按摩这个腹部 大约三当五分钟 按摩的时候注意 手法要轻柔一些 老师 你说这个磨斧 还有足三里 我记得节目里好像说过 这个是健脾胃的 对不对 那现在咱们说这个阳气 它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 方向这个问题呢 问得很好 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资源 我们说这个手脚凉是阳气血 那么只有脾 脾是气血生化资源 只有脾健忘了 这个气血才能充足 然后才能把亏许的阳气补上来 所以我们按的穴位 都是来健脾胃来达到 补气血的作用 那么除了按摩呢 其实我觉得更好的 这个主动的运动 是更好的健脾胃的办法 把知识点放在了大屏幕上 现在观众朋友 就可以拿出手机 来拍下今天的养生知识点 分辨的方法就在这里 保存下来 来 3 2 1 走起 3 2 1 走起